像王毅川這種人 真的是蛇襯 怎麼講都別 你說現在 為了替鄭文燦講話 就是說他過去對桃園的貢獻 不能來 也要把他考慮 不能完全把他說 現在是怎麼貪腐 但是王毅川這種人 最喜歡講梁蔣的壞話 梁蔣對臺灣根本就最大二級的歷史 這個最大的罪犯 但是梁蔣對臺灣的貢獻 你們考慮 人家抵銷一下 所以這都要說 要說就得了 那至於桃園 我再臉書去講 這個弊案在桃園不分藍綠 因為真正的桃園的好幾千億的土力 這個更改定 這些東西好幾千億 尤其是航空城 我覺得航空城真的去挖的話 當然王毅川當董事長 這個時候包括甚至安查很多人 洛選的縣市的人都安插到桃園來 那很多就是不需要的董事長 不需要的總經理 就是坐臨甘心的一大堆 但是這個還是小數目 是航空城這一塊那麼大的土地 在分割劃分的過程當中 先有消息然後去賺這個這個小的預先消息而賺的錢的所在都有 而且藍綠都有 所以你看現在桃園 這個就是說老一輩的小牛啊 這個剛剛上藍的林桃這個不算 因為他們有沒有賺到好處 但是已經上任在檯面上已經有一段時間的不管是藍不管是綠都有份 這個就是要怎麼挖 還有你這個涉案的程度有多深 我在這裡再講一次藍綠都有份 所以現在藍綠的民意代表很不願意上節目來演講 因為他們都曉得說我的份到底會不會被挖到 那到時候不是很丟臉嗎 所以弊案在桃園不分人力 弊案在臺南沒有派系 因為王玉川剛剛那個影片 大家看有可能會有時空措施 怎麼會是劉許廷在跟王玉川 對那是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航空城董事長 那劉許廷是議員 現在劉許廷已經當立委了 那王玉川現在也 他當時沒有這麼全國知名度 是這一次的立委選舉 他被排布恩區然後全臺選獎 所以他的綽號叫拱川 所以民進黨支持者是 王玉川是很有影響力的 他出來等於是送暖 但你一看他當時是這個航空城董事長 他當然也就 政府算提拔他的 那也就純屬送暖 今天他並不是以一個說 譬如說他很獨立超然 來看這個桃園事情 我的態度一樣都是這樣 誤枉誤眾 就中華民國無罪推定 現在目前政府算面對的是 二零一七年的五百萬的那件事 可是桃園在這麼的建設 快速的發展人口移落狀況之下的時候 我相信建設是一定有的 所以王玉川講這並沒有錯 只是當年譬如說被監聽到 然後還拍到照片 沒有去搜索官邸 這個就不是一般檢調的做法 大家就會認為說 他是不是有人在保護他 那現在保護傘沒了 所有的桃園 過去這八年鄭文燦前市長旗艦的 每一個案子都去檢視一下 有問題的 那可能就抓糾錯 沒有問題的也還拿清白 那回過頭來再講說 鄭文燦他的那個 剛剛前段講 他身材胖 我認識他很久 因為採訪 他我從他瘦的時候 就認識他了 那我很負責任跟大家講 他並不是說 就是怎麼樣變胖 他就是吃喝變胖 這個其實倒回來看 這個他的身材變成這樣 是因為他在桃園拼了命的在跑 他在桃園能夠連任 或是當年能夠選贏 這個吳智洋其實大家都很驚訝 因為桃園本來比較藍 現在看起來桃園還是藍 六席都是國民黨的立委 市長也是張善政 可是鄭文燦如何 這八年當中 他可以選上又連任 他地方的這個綿密的 我們違法的絕對不能做 可是他關心地方 林里長 不管你是國民黨還是誰 我這邊要幹嘛 他市長親自去 然後一個晚上跑六七拖 那六七拖有人跑 他就是就是以茶代酒 或者是說做做個樣子 他是真的有吃喝 所以才會突然變這麼胖 那個已經我覺得過胖 都會身體不好 那個跟貪腐是無關的 這點部分大家也要理解